当前 以色列仍在酝酿对伊朗大规模导弹袭击的报复行动 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 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 对于如何回应伊朗本月1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以色列领导人已作出关键决定 报道说 有以方官员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以及安全和军事官员8号晚间 举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会议 就以色列即将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做出了关键决定 以色列国防部长迦兰特9号表示 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 将会是致命精确且出人意料的 同样在9号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与内塔尼亚胡 进行了通话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有了解通话内容的美国官员称 虽然内塔尼亚胡没有就如何报复伊朗 给美方一个确定的说法 但美方认为 以色列政府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即打击常规军事目标 而不是核设施或石油生产基地 美国总统拜登早前曾宣称 美国不支持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顾问 贾巴黎9号表示 如果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 那么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一处设施 伊朗就将袭击数十个 以色列的安全军事和经济中心作为回应 路透社9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 报道称 伊朗方面已经告知海湾阿拉伯国家 如果海湾阿拉伯国家 允许以色列使用其领空或军事基地打击伊朗 那将是不可接受的 伊朗将做出相应的回击 伊朗